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她跟人一样都是有生命的 准确地说呀 她也更像是个女人 这每一株茉莉都是有风情的 你又只有学会带着情感去接近她 认识她 这样才能从他们中间挑选出最具灵性的茉莉 然后跟红青混在一起 最终才能印制出极品的爆炸 其实中国的百家杂陈各个行当 虽说看起今生 但要得起要诀并不难道 只有把他们看成具有灵性的活泛之体 带着情感去融合他们 这样才能悟到一种绝妙的意见 天人合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那我和我所收集的民歌 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你怎么又是你的民歌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你只有做好我们林江的实业 这才是你的正事 林先生 先生的话 的确是让任务出很多道理 秦宇啊 你怎么来了 先生 怎么还用自家的茉莉花 做花料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你不是得到第一香了吗 那边的花 才是最上的 你准备什么时候接手啊 三天之后 接手之后 让谁来打理 这才是你关心的吧 您果然是好记性 没有忘了我们当初的约定了 这茉莉花 还真是香啊 走 到里边去说吧 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 您不是明知故问吗 你看 你现在也得到了第一香 按照先前 你答应过我的 这第一香 你可是说过 要让我来打理啊 我们先前的约定 当然有效了 不过 不过什么 秦宇啊 我考虑了很久啊 这第一香的摊子 实在太大了 而且许多置查工序 你又不熟悉 我打算先让月娜过渡一下 你暂时先做他的副手 你决定了 我这不是在和你商量吗 我不同意 你知道 第一香 它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你们女人做事情 总是习惯先从自己的局部来考虑 可我必须从整个全盘来考虑啊 你要不同意啊 我不勉强了 干脆 这个副手也别当了 林先生 我可是一退再退 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 我也告诉你 我一定要得到我该得到的东西 你不会得逞的 爸 您不应该这样对她 不应该这样 不是我心狠啊 这种女人连茉莉花嗷都不住 我不明白您说话的意思 茉莉花嗷闻起来虽说也很香啊 但要印制极品花茶 必须把他剃除 否则就会办理他 这个晴宇 他既然能出卖 他过去的主人 难保他不会出卖 他现在的主人 既然您心里是这么想的 为什么还留他在家里 您这是在利用他 他不也在利用我吗 为了这个第一家 你究竟还要伤害多少人啊 爸 晴宇 还有我的朋友 咸儿 你那脆弱的善良 那是无济于事的 当然我不否认 我这么做会得罪故意 会伤害情人 甚至也会伤害到你的朋友 公孙雷 但是我很清楚 一旦我做成之后 那会拯救世界上多少人 你知道吗 咸儿 老大 后面也搜了 没见公孙雷了 跑了 打了我的钱竟敢跑了 给我全队搜查 是 所有都要 走 就是这间 我已经替你 交了一年的房租 秦宇 我想了想 要不我还是回第一厢 住得了 你别傻了 那已经姓名了 再说你欠了大马头 那么一大杯情 你还不躲着 他不会饶了你的 我不怕 他还找我算长 我正想找他呢 那是以后的事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养好你自己的身体 好 你为什么要帮我呀 我们两个人 都是一无所有的 我承认 我现在确实是一无所有 不过你放心啊 所有一天 我会把我所有失去的东西 全都给他夺回来 我没看错你 我相信你 一定会把失去的东西 夺回来 你还记得 那位道士说过的话吗 说我们两个人 我会把我所有失去的东西 你应该合力 去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 你最想拿回来的是什么 夺回第一箱呗 你不会告诉我 你帮助我的真正攻击 也是为了第一箱吧 这并不重要 清语 你知道吗 你这个人 有时候让我觉得 很亲近 亲近的甚至 让我感觉到 只有你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才会觉得温暖 才会觉得有安全感 可有的时候 又给我感觉很冷 冷得好像 裹着一层野心 这种野心 让我觉得可怕 还有一样 你没有看出来 什么 更多的时候 我是一个悲惨的女 你知道吗 我在戏台上 演过很多淡君 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一身 好像早就被固定了 我经常说我自己 就好像是那些破败的魔力花瓣 随风飘尸 飘哪顺哪 那你还怎么帮我 因为我不甘心 我想摆脱这种命运 可是我害怕我自己 会越现越深 我以为你能复杂的魔力花瓣 我以为你能复杂的魔力花瓣 你 那 阿雷住这儿吗 他 阿雷 没事 阿雷 在朋友当中 我就告诉了他我住在这儿 你为什么不告诉危险 有这个必要吗 我们三个都是好兄弟 兄弟 还是以前的兄弟吗 难道变了吗 对 变了 小姐 今天买了这么多书 小姐 你先回去吧 你别去啊 为什么 是吗 你既然现前回绝了胡家少爷 现在 最好别再去打扰人家了 你不会懂的 那是我的事 哎 小姐 小姐 我还给你吧 我还给你吧 你要走了 还给你吧 你要走了 你 安逸 我知道我伤害了你 可是感情的事情 我实在学不来勉强自己 学不来勉强 为了何尝不是 其实我早知道你对我的心思 可是我实在管不住自己的心思 有时候觉得感情 真是一件奇怪的事 其实以前我知道 你总是躲在教堂外面 那棵树后面偷偷地看我 那时我心里出了一种莫名的欢乐 剩下的 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 总是轻飘飘的 无所谓轻 也无所谓重 时间长了 反斗生出了几许厌烦 最后避而不见 后来你真的不来了 我也开始清静了 可这清静中 又渐渐地生出了几次落幕 直到那天我知道 你决定要离开这个小镇 我心里 心里 又对你生出了越来越多的牵挂 和越来越多的不舍 可是我若真让你留下来 我又不知道该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理由 女孩的心思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忧愁呢 我记得以前你给我读过杀之别样的剧本吗 你们有一句话 女人多变 心者太傻 怀春少女 更是飘忽游已 老人们常说 相知否能相悦 也许你我太过相知 反倒没了那份惊喜的相悦 也许你所期待的 就是哪天不经意间突然降临的那种情感 像梦 像晨雾 像月光下的夜晚 像我所不能形容的浪漫一样 紧紧地包裹了你 令你心动 令你放下你的矜持 你期待的正是这样一份情感是吗 是 你的眼神告诉我似的 阿易 我伤害了你 你难道不恨我吗 恨 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想恨你 你让我白天和晚上 都深深地陷入到苦恼中 不能释怀 嘉辉 我让你记住 在我心里很深很深的地方 我曾经买了一个人 一个太过高傲 他失忆 有点小狡猾 笑起来很灿烂 曾经离我那么近 可是现在就 我永远也出国不到 阿易 也许我没有你想得那么好呢 我不能够 百分之 dav 没什么钱 对 那我 我不能够 等你 怀疮 行 不 我 我 不 我 我们 叶管家 今天请你到这儿来 是有劳你大将 回去跟林先生说一张事情 副团房 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有必要 前一阵子 林先生为了第一箱 跟顾绍棠闹得很僵 我们这个小小的团房所 假的躺不掉 就好像老鼠掉进了风箱 是两头收气啊 在这个镇上吧 低头不见抬头肩 还望林先生 大人不见我小人之过嘛 胡团房 你真的严重了 林先生没有生您的气 虽然您把林先生给出卖了 其结果还是帮了林先生 往事不提 往事不提了 请转告林先生 改日我请他在小京楼吃顿饭 就像戏台上唱的那个 一壶啄酒 江湖多少事 敬付小谈中 如果林先生有时间 他一定不会扫您的面子 好 好了 告辞 苏不远送 谭叔啊 您今儿是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 他再冷的屁股 我也得望上贴 我只是不想跟林同贞闹僵 他顾少堂虽然走了 可他还得回来 两家还得斗下去 咱们就得像不倒翁一样 两边都不得罪 也得罪不起 管他谁输谁赢 我们杜先生吩咐了 你有什么话就请直说 我在镇上的事 我想杜爷知道了一些吧 那是谷爷大义士荆州啊 可绝不是走卖城 小事一件 不是小事 我想 这个远近文明的第一乡 杜先生 也会很喜欢 所以今天 我来找杜先生 希望杜先生 看在咱们都是同帮兄弟上 能够出手帮我一把 共得第一乡 怎么样的共得第一乡呢 我已经把地卖了 我出钱 杜先生出力就行了 可是 第一乡现在已经到了林童真手里 顾爷您现在 花再多的钱 他也不会把这块肥肉吐出来 所以顾爷出钱是小啊 我们杜先生出力 那才是关键所在呢 万管家真是一言重地 没错 所以我想杜先生 不会愿意把这块肥肉 让给帮外的兄弟吧 那是自然 不过事成之后 两家如何分战啊 那就看杜先生的意思了 杜先生想先听听顾爷的意思 我是这么考虑的 每年杜先生起码 能够拿到三分的纯利 我呢 麻烦事多一些 干的也会多一些 自然得的也要多一些吧 也就是说杜先生三 顾爷七 是 我给顾爷讲个笑话吧 上个月 黄初九的大世界要转让 上海滩上好几家人呢 都想接手 这好几家人呢 不约儿童的 都来找我们杜先生撑腰 可这几位呢 又是没有一个啃出血的 当时我们杜先生就笑了 骂了一句 不给够好处 我凭什么出头啊 可惜啊 他并不可笑 杜先生 到底要多少 以我看啊 杜先生挂名董事长 每年拿六成红礼 顾爷您呢 年高得中 要操心的具体是有多 就拿四成 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杜先生一定很高兴 而且他明天就会亲自出马 去摆平那个小小的林同志 要是不呢 当然 我们杜先生绝不会强人所难 顾爷要是舍不得 我们杜先生说了 他可以另外给你介绍一个 更好的合作人 谁 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买办 前程 你下去吧 是 爹 我决定了 你还是想离开小镇 去投考你那个军校 那你舍得那个顾家丫头吗 我们俩的事 这等已经断了 是不是 他觉得你配不上呢 这不是配得上配不上的问题 爹 好 我同意你离开 我同意你离开这个小镇 倒不是因为你跟顾娘丫头的事 你得看你爹表面上糊涂 我心里明白 你跟林维贤公孙雷走得很近 是吧 这镇上迟早要出大事 你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我 知道吗 林维贤跟公孙雷又起疙瘩了 我就是想化解他们的疙瘩 你能化解得了吗 两代人的恩怨搅在一块 我都不想躺这个浑水 你还想有兴趣 可是他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朋友 儿子 只有不成熟的人才顾及朋友俩字 听爹的话 赶紧走 越远越好 杜先生 你见到他了吗 见着了 估计他现在是去找那二鬼子了 你只能去找二鬼子 这个老东西 现在没责了 先去找日本人 又来找我 我再把他推去找英国人 他们的要价也不会太低 瞧着吧 等他在他们那儿碰破了头 他还会乖乖的来找我 你说你们俩倒是吭声啊 啊 我真应该像我爹说的那样 再不管你俩的事了 说话说话说话啊 说话 一个月前 也是我们三个人坐在这 还各自谈理想谈未来的 可是为什么你 现在就变了呢 我求求你了 好吧 说话说话 求求你了 你说我们三个人是兄弟 生命都能相交 性命都能相托 你这还有什么疙瘩化解不开的吗 说话说话 我求求你们了 说话说话说话 叔叔 你要绝对事情 ANC Turns 现在 他是鸟 yang 还有 就 台湾 他 是 一次 Allison 到 Hadi 已经是 年轻 Sierra 也 让我 小姐 太晚了 回去吧 再等一会儿 故意不会有事的 她过几天肯定就会回来的 你比我每天晚上 都马上看 我就是觉得 只要我再等一会儿 爸爸的船就会出现 他就会笑呵呵地看着我 回去吧 你 刚才二雷说的那些话 你别往心里学 我知道 都帮我 我就是 我留在那里 我留在那里 我也可以 不可能 知道 你 我 知道 我 我心里 您少爷大概忘了吧 我们先前是见过的 对我们是见过 那次我帮盖若沈浦修琴的时候见过 好像 不止吧 他收集名歌呢 怎么记性那么差 小姐 你怎么知道他收集名歌啊 只要我想知道 我就一定会知道啊 林少爷 不知是您胆怯呢 还是缺乎健忘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一个早上 对对对 在茉莉花园 有些事情好像真的很奇怪 不是奇怪 我记性太差了 小姐 再见 再见 这家伙今天有点怪啊 怎么了 他好像对你 我还对你挺关心的 去 真的 是 真的 哎 我告诉你 你一样 他是有点刺猬 人长得挺好看的 怎么是刺猬 刺猬是不好接近的 哎 就算你接近 他浑身上下长满了浪漫 狗啊 幻想 哎呦 这些女孩子 那身上的刺 那是不好对付的 我给你 毛骨悚人 吓死人呐 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对他可没有想法啊 逗你玩 吃醋了吧阿姨 吃醋了 你吃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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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这酒不错啊 这是我们杜先生的一点心意 请笑诺 多谢主席 谢谢 请转告杜先生 如果那个顾少堂 真想与我合作 我一定对他提出 最苛刻的合作条件 逼他回去 让他钻进 你们为他设计好的笼子 好极了 成交了 是你 姑爷 回房间吧 外本娘 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想家 那 我们就回去吧 反正带的钱也不多了 既然来了 我是不会回去的 阿根啊 你要记住 未来的这几天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不要多说话 也不要慌张 是 姑爷 我们去万国证券了 是 阿蓝 你约我来 怎么什么话都不说 岳伯 我今天约您来 就是想告诉你 从今往后 我们就此了断 我们就此了断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以后我不希望 您再帮我报仇 我也不用顾忌 您和我父亲 三十年的朋友情意 我还是不明白 以后 您会明白的 我和你父亲三十年的情意 不是你一句话就能了断的 你得给我讲明白 您看这河水 从今往后 青山不在 绿水潮 你我恩义 就此了断 阿蕾 阿蕾 七 下注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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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老大 喊什么喊 公司连的小子被我探到了 这小子在什么地方 他住在镇上一间 新租的房子里 而且你猜猜 那房子是谁帮他租的 谁 晴雨 跟女戏子住在一起 老大 这两人混在一起 会不会搞出啥名堂 管他有什么名堂 公孙雷 我看你往哪儿躲 爹 来来来 收拾 我看你往哪儿躲 乔 你看你儿躲 你儿躲 在哪儿躲 你真往哪儿躲 van 樓里没有省油的灯 欢迎顾首堂先生 应该尊称您为顾严 随便 我料定您会到上海来找我 谈合作的事 没错 在这之前 您已经找过日本人 还有大名鼎鼎的杜月笙 碰壁 日本人是我不想合作 杜先生那儿 是门槛太高 好 顾爷果然是精明之人 既然如此 我也就开诚不公了 给顾爷 看样东西 零票 对 这是杜老板 专门派人给我送的 目的很明确 就是不想让你我合作成功 所以 还给你提出了很多苛刻的条件 这叫借力打力 这张支票 就是杜老板 对我的表示 我特别奇怪 你为什么 把这些告诉我呢 想跟您合作呀 想跟您合作呀 好 合作条件呢 肯定比日本人和杜老板要优惠得多 这个比例上 您占大头 占六成 我们拿四 怎么样 四六看 难道 您觉得这个比例不合适吗 那你觉得合适吗 顾爷 其实挺简单的 您只需拿出六成的钱 另外百分之四十 是靠着大英帝国的实力 拿下第一箱 是一件很悠闲的事情 顾爷 您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您说您辛辛苦苦的大老友 从小镇水乡跑到上海来 跟我谈合作的事情 因为您心里很清楚 只有靠着大英帝国 这座响当当的靠山 您才能东山再起 重新威风起来 当然了 我也给我的东家英国人 介绍了一句中国话 强龙都不过地头生 顾爷毕竟是水乡上一把码头啊 所以 我们英国人已经给足顾爷面子了 您要不再仔细考虑考虑 要么合作 要么 您什么也得不着 您再仔细考虑考虑 顾爷 这个比例是否能够调整一下 这是我们的底线呢 我也不是无限的 顾爷 这是不想合作了 是你不想合作 阿根 顾爷 我们走 是 顾爷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 谢谢 我们的顾爷 我们的顾便 都不喝了 我们的顾币 这就是顾腻